大家好,接下來星期日晚11點又有專屬直播 這次是倫敦打給阿仙奴對車路士的 記得要加入PATREON,就可以參與專屬直播 另外明天也會有一個PATREON的獨家預測 賽前獨家預測 來兩次的預測 記得要加入PATREON 進入今天的節目 一口氣會說兩場周中的賽事 一場是勾協聯外圍賽 另一場是德國超級杯 先說是勾協聯外圍賽 參與的球隊是熱刺 熱刺剛剛贏了曼城 不過當時蔡侯平的片尾賽彈我都說過 熱刺的路依然相當漫長 因為他們雖然可以打穩守反擊 但如果面對密集有不同說法 要觀察 之後真的可以觀察到這一場 勾協聯外圍賽首回合 作下葡萄牙球隊費尼拿的時候 比較多控球權底下輸了 由於這一項是新賽事 所以很自然熱刺成為這一項賽事的第一支輸球 英超球隊 當然熱刺今場賽事出了很多年輕球員 青年軍分子 一共有三個 前面兩個 後防線一個 他們輸1比0的部分原因 都是青年隊球員的問題 就是後防線的年輕人叫卡達 被人打反擊的時候 又包月位又忘記追人 被對方輕鬆單刀搞定 但是他們被人打反擊的原因 是典型的三中堅無法主攻問題 3-4-3不夠中場中球員組織 而進攻點又進入中間的這個結構 中場中球員就很難找到足夠的向前傳送選擇 所以很容易斷籃 而被對方打反擊 這就是三中堅面對密集的典型問題 可能教練扭勞覺得今場賽事屈肌都可以 例如依賴新加盟球員 這個是基爾 其實基爾都很肯去跟隊友配合和走位 速度都贏了 理論上基爾今天都是學納雞群的球員 但是他都是被面對密集當中 3-4-3的這個結構局限了 這個結構兩邊Wingback上 進攻點通常進入中間 發揮不到基爾的速度 那就不可以單一靠他去屈肌 其實玩三中堅結構面對密集的話 你真的要每個進攻點都能夠屈肌 你不可以只有基爾一個二 另外那兩個是青年隊球員 因為三中堅結構面對密集是欠缺組織力 你必須依靠球星點每個位置都屈肌去撞機會 所以今天明知要面對密集 都是走過三中堅是非常奇怪的 而教練柳爐上一場對著萬成的時候 可以玩三中堅他不玩 不要緊 上一場他4-3-3都可以找手反擊 但是今天明知面對密集都玩三中堅 就很奇怪了 其實今天熱刺玩4-3-3面對密集的組織力都會好過3-4-3 所以這個新教練柳爐過來教這隊熱刺的時候 他第一個挑戰就是在面對密集和穩守反擊兩個比賽品種當中 他能否可以在適合的比賽品種當中用到合理的結構 下一場的英超柳爐將會對他以前的球隊狼隊很大機會 要面對密集就看看接下來這一場考牌戰 柳爐怎麼應付 會不會轉回4-2-3-1呢 要看了 跟著我們就講到今天的重頭戲 德霍超級杯 多蒙特對霸仁慕尼克 霸仁慕尼克就用了新的中堅配搭 所以就配搭這個烏帕美卡爐 雖然烏帕美卡爐今天有點不穩定 可能緊張 但是理論上霸仁這個新的中堅組合 又有身形又有速度 但是很多時候都捱不住 夏蘭特的背龍門支點和推進 夏蘭特始終還是贏了身形 贏了速度 加上夏蘭特技巧不錯 也有一個合作性的意識 基本上這個人就是全能的 全能前方 值很多錢都是非常合理 每次見到夏蘭特拿著球 都很難搶到他的球 讓他做到推進、支點 甚至是向前連結 而夏蘭特很多時候都選得不錯 傳到球 做到事情 這個人當然是前途無可限量 不過整體來說 都是以霸仁慕尼克的級數為高一點 你看看霸仁入球就明白了 無論如何都屈倒你機 夏蘭特現階段的實力 真的不會差得很遠 不會差過利雲道夫斯基那麼多 但霸仁整體實力就好些 所以供應到被利雲道去投除屈機 而領先上半場 領先後更多機會打反擊 下半場霸仁一差過半場 打快攻 拉開記錄 之後 多蒙特又是出現了 就是那些計時炸彈的慣性問題 阿簡治 這個瑞士的中堅送大禮 所以一共輸給霸仁三顆 即使馬高萊斯屈機遠射到一球 都變了沒用 霸仁今天也是贏到級數 但是看完這場德國超級杯之後 就發現了一件新的事物 就是霸仁迎來了新的教練拿高市民之後 戰術的思維似乎有了變化 雖然不再用拿高市民RB來比錫用的三中堅結構 霸仁今天也是打慣性的4231 但是就踢了類似RB來比錫的戰術出來 即是沒那麼重視控球再腳 多了就是用盡快完結攻勢的速度型進攻組織方法 所以霸仁今天你會發現其實他們少了控球再腳 控制比賽節奏的意識 少了控制比賽節奏的想法 少了控球時間 沒錯 霸仁這樣踢是多了速度型的進攻組織 但是也給多了時間多蒙特去進攻 因為你少了控球權 就瓜分了給多蒙特 所以霸仁領先了之後 或者領先之前霸仁 其實多蒙特也有不少偷雞機會 就是因為多蒙特瓜分到你控球的時間 之後再做一些盡快完結攻勢的中路突破射門 而原因都說了就是霸仁無尼克 他沒有刻意拖慢或者控制比賽節奏 而分了控球權給對方 你會發現多蒙特其實今天大部分時間的氣勢都不錯 就是因為霸仁沒有了費力克時控制比賽節奏的風格 霸仁的新教練拿高士文的確是要留意風格化的問題 其實之前有個霸仁的教練叫做尼高高華 他教霸仁的時候就是盡快完結攻勢的風格 就是不去控制比賽節奏而出問題 雖然拿高士文的情況一定會比尼高高華很多 因為當年尼高高華是用年紀大了的諾賓列貝利2R去盡快完結攻勢 當年霸仁的年紀當然承受不住這一套盡快完結攻勢的戰術 但是今年的霸仁兩邊的翼都是年輕人的基拿比和高文 起碼會承受盡快完結攻勢的戰術需求 但是拿高士文都必須要留意他這個戰術其實是三中堅結構的戰術 他這一套東西不是4-2-3-1的東西 4-2-3-1他不夠防守中場 所以必須要控球在腳多些去減少被攻的時間去掩蓋你不夠防守球員的問題 而3-4-3後面有5個防守球員 所以你可以盡快完結攻勢 你盡快完結攻勢之後 你後面還有足夠的防守球員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拿高士文 他是直接用他在RB來比什的風格 就塞進去現在的霸仁體系當中 而不去改霸仁的所有東西 就只是倒他的風格進去 這東西就叫做換湯不換藥 直接倒他的東西進去霸仁那鍋湯裡面 而霸仁那鍋湯的材料和結構本身都是那些東西沒有變 換湯不換藥 但是霸仁在聯賽當中是處於強勢的球隊 而且確實真的沒有什麼需要去盡快完結攻勢 也沒有什麼需要去轉個3-4-3 所以拿高士文他會繼續4-2-3-1 但是他又倒自己風格下去 這一點其實有點格格不入 他要留意風格的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他今屆在德甲 是會失多了球 因為你少了控球在腳 你少了控球拳 你暴露你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問題 你是會久而久之多了失球的數字 那他真的要留意這一點 是打德甲的問題來的 今天的Patreon片尾彩蛋 我們會說回 這個霸仁慕尼克 今季可能會出現一個風格的問題 風格與結構格格不入的問題 到底他們的德甲冠軍機會 會不會因此而下降呢 多蒙特是否會有機會呢 記得去Patreon支持啦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啦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的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的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啦,多謝大家啦 拜拜